嗨妮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呢 带你来看到 几岸乡道乡平交道 因为在5X的路口 加上老旧设计 时常会造成民众误闯 出现了安全上的隐忧 为了改善地方的交通乱象 几岸乡长尤淑珍 是特别向立法委员附坤奇来做反应 或台铁局以及相关单位协力要进行改善 那么在5号进行了祈福仪式 预计在端午节后呢 12号就会正式动工了 吉安乡道乡平交道 因为与五叉路口 超长的众生搭配平交道折断器 在过去常被民众称之为大型违规陷阱 不仅绕民也增添不少安全隐忧 为了改善当地的交通乱象 吉安乡长尤淑珍 特别向立法委员附坤奇提出反应 获得台铁局及相关单位的协力 进行改善工程 并在5号上午进行了开工祈福仪式 感谢中央县乡协力 一起来共构在地的安全 除了我们的灯号号制的改善 还有阻断器 以及中间分隔岗 整个的一个完成的建构 也经历了我们三次 由副公司委员召开的 这样的一个到位会议 带来了满满地方的需求 和相亲的一个意见来做好圆满建设 未来希望我们的道箱平正道 可以更加的安全 在整个行驶路往上 也能够更加的便利 改善工程整体经费300多万元 全由台铁支印 其中230多万元 由铁路局负责 平交道车断器 警示号制灯等设备改善 而公所则负责 土建工程 其实3万元 包括在吉星路 铁路平交道两侧设置安全岛 其南侧延伸分隔岛 另外在台九县的护栏 也将内缩增加道路宽度 来确保车辆通行安全 预计在端午节后 12号就会正式动工 而公期为45个日地天 请民重要 多加留意 记者许立琴今天相报导